家庭暴力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暴力形式 据统计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个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每六位男性中就有一个是受害者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11月3日举行在线研讨会 邀请加州参议员苏珊·卢比奥及另外两名反对家暴运动领导者 提纳斯·卫辛·维吉·孙达拉姆 讲述了加州目前保护家暴受害人的立法 司法系统改革和受虐幸存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基层动员 来寻求解决方案的三项努力 加州参议员苏珊·卢比奥指出 她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因此在2018年加入加州参议会时 就立下目标推进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立法 在她的努力下通过了SB914法案 该法案在帮助沦为游民的家庭暴力受害者 可以得到社会资源 2019年通过了凤凰城法案 关注家暴的幸存者 给予他们创伤后的服务和帮助 她表示 有些女性因为对移民状态有所顾虑 不去寻求法律保护 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有相关法律的 并且在逐渐完善 对于如何鼓励移民女性遇到家庭暴力报警的提问 苏珊卢比奥建议 可以找家暴避难所 家暴相关活动人士或朋友 需要在恐怖的过程中 有人为其提供帮助 整个法律体系中有很多挑战和障碍 仍任重道远 伯克《一个妈妈》的战斗创始人提纳斯卫心 讲述了自己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和草根运动带来改变 她表示 很多人对于冲突剧烈有错误认识 认为双方在斗争 但并非如此 往往是家暴幸存者保护孩子 不受虐待 如果在家暴后父母分开 孩子还是受到家暴 这比在离婚之前的家暴伤害更大 且有些时候 家庭法庭系统成为施暴者的游乐场 这时候 孩子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威胁 她创办了《一个妈妈的战斗》 为家暴受害妈妈提供帮助 同时 提纳斯卫心还提醒 11月是家庭法庭10月 大家可以有更多机会了解相关主题 公共新闻社记者 为男亚裔妇女服务的非盈利性宣传组织 纳瑞卡联合创始人维吉·孙达拉姆 讲述了自己曾采访过的家暴案件 她表示 法律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很多法官对此并不熟悉 如今 也有很多法官并不相信上诉的女性 哪怕这些女性是有确凿的证据 很多时候 人们以为家暴只是肢体上的暴力 但苏珊卢比奥的法案 拓展了家暴的定义 包括胁迫性控制 如情绪操控 言语虐待等 同时 受害者也不需要有文件 来证明自己遭受身体上的虐待 希望法院法官更好地了解 整个体系中的细微变化 能够使法案继续推进 感谢您的消防 感谢您的规律 可合